于是,这篇阅读量并未突破1亿,讨论量并未突破10万,因为顾一野的知名度比肖战低,也许是因为最近肖战上了太多的热搜吧。 所以,巨方希望换个方向不再主打肖战,而是以顾一野为主,其中三位主角分别是黄景瑜、肖战、钟楚希,但是能上热搜的,只有肖战一人,这就是流量的作用。 钟楚希好不容易上了热搜,还是跟肖战有关,一周前,钟楚希在微博上晒出一张自己的照片,配文,谢谢一野,没有对肖战说谢谢,钟楚希只是说谢谢。 也许钟楚希是怕肖战的粉丝吃醋,这个镜头是他们在拍电视剧时拍的,当时肖战不是肖战,而是他,假如拍摄钟楚希的是肖战,那么问题就大了。 然而,肖战没有避嫌,并在钟楚希的微博下回复,好久没拍,有点生疏,无名娱乐评论家吴清宫指出,在二年级的时候,肖战和朋友成立了摄影工作室和Net设计工作室, 肖战作为摄影师和设计师,上完大学之后,肖战在一位传媒教师的设计工作室工作,并成为一名设计师,因此,肖战的摄影技巧也许比表演更好。 诚然,肖战的感情爆发演得也非常好,虽然快虚脱了,但表演却很真实,可以说是能文能武,作为一部以二二七事件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, 王牌部队是一部备受关注,备受关注的电视剧,那时,能够有剧组的人去拍摄肖战已经很好了, 而肖战也不会挑剔,所以,他愿意让黄景瑜当二番,但黄景瑜的表演似乎有点拖拖拉拉,某网站平分,李宥斌,肖战,钟楚希都是十分,只有黄景瑜七点三分, 因此,说,现在单兵一人扛着王牌部队走,他的喜讯也接踵而至, 就在两天前,肖战还得到了秘鲁媒体La Replica主办的ASINCULTUREAWARDS2021最佳中国演员奖,